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医院招聘的那些事 其实最近也听我们医院的很多小伙伴说 这周末就是我们医院招聘的日子了 那现在医院招聘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 我所在的医院是浙江大学的一所附属医院 也算一家头部三甲 临床科室的招聘要求基本上都是博士研究生 可能会对你的是否有这个归陪症 或者说有一些SCI论文有一些要求 像在我们医院的话呢 一般来说都要通过第一步的比试 讨你一些医学的相关知识 以及一些临床的操作 第二步呢就是所谓的科室面试 你需要去你应聘的科室 然后接受你的科室主任以及科室里的几位 其他的主任医师或者是一些资深的老师 对你的一些面试 最后一步呢需要去接受院面 所谓的院面呢就是要接受书记 以及各位院领导的最终面试 还是比较辛苦的 对大家临场的应变能力呢 也是挑战比较高的 所以大家如果说去应聘某个医院的话 如果说真心想要最后招聘成功的话呢 也是需要去提前去了解一下 这个医院的整个招聘的这个流程 三甲医院的招聘中呢 可能医院比较看重大家的能力呢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当然是临床方面的能力 就是说你如果有临床经验 或者是有规范化培训的证书的话呢 医院可能会招聘上比较喜欢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有高分的文章 或者是有海外的经历 在你入职之后呢 可以去申请一些国自然的标书 其实也可以增加这个面试成功的几率 还有一个最新的形式 就是现在其实三甲医院呢 招聘博士呢 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呢 和三年的临床博后呢 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 像我听说呢就很有一些同事 他们去了上海以及在广州工作的呢 现在都是进入到了所谓的 归陪和临床博士后 就是有双重身份 比较好的三甲医院呢 可能在你这归陪的三年 以及临床博后的这三年呢 其实是不会给你定科室的 就是说其实医院没有说 正式的跟你签订这个合同 而是要看你在这三年期间 有什么样的成果 你的临床水平 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医院的要求 文章以及你是否有中国标书 来最终决定你能否留在这个科室 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因为像我们医学生的话 可能开始工作的年龄呢 相对已经是非常大了 接近三十岁了吗 如果说三年之后 你没有留在这个医院的话 可能又要去换一家医院 重新开始的话 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比较煎熬的 但是呢在我们医院呢 现在还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说如果你就是应聘成功的话呢 医院是会跟你签订合同的 有一部分呢比较优秀的一些博士呢 可能也会同时有进入到这个临床博士后的工作站的机会 会得到一部分多余的补助 然后你在临床跟科研两方面呢 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机会 不知道今年大家有没有去参加各大医院的招聘 希望大家最后都可以去到自己心仪的医院 好那今天就这样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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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